巴胜区后任国会议员查尔斯·圣地亚哥 今天针对政府药物垄断事件 向雪兰儿反贪会投报后向媒体表示 她所提交的150份文件揭露 在2013年到2016年期间 有三家招标代理公司 代表70家国际制药公司 获得427份 总值37亿令吉的合约 但是她拒绝点名三家公司 只透露他们和巫统前朝政府官员 前部长 政治人物和亲属 以及跟一马发展公司案有关的 政委官员有关联 查尔斯以澳洲做比例 指我国政府医院的药价高出30%到148% 很可能是造成早前政府医院和诊所 药物供应短缺的原因 她也质疑招标代理存在的必要性 认为既然卫生部已经设有药剂部门 政府大可以直接通过部门 向供应商采购药物 因此建议新政府取消药物招标代理 查尔斯认为这已经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提高采购药物成本 并涉及贪污行为 因此促请反贪会彻查 同时呼吁卫生部加强监管 八度空间谭凯倩 水兰儿 沙亚南报道